明天福一宣爆出乳化劑飆逝不识 虽然对人体没有危害 但一时警告 许多食品添加物 吃多了一样对健康产生威胁 对一些幼儿就担心说 这样常吃这种人工色素的话 也可能会增加什么过动额 助力不集中的风险 一颗颗五颜六色的糖果 翻开包装背面 最常见的色素就是黄色四号五号 红色四十号跟蓝色一号 以及防腐剂 这些都可能引起孩童过动 以及注意力不集中 有些饮料或糖果还会添加玉米果糖 一个六十公斤的成年人 如果每天摄取180克 浓度20%的玉米果糖连续六天 三酸甘油止含胰岛醋都会上升 玉米果糖吃很多话 它可能也会增加什么高血糖 还有增加什么脂肪肝的风险 长久当然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除此之外像这类干香菇 发酵蔬菜 腌制蔬菜 常用的漂白剂 使用过量也可能引起过敏反应 有时候也会引起一些 腸胃道不湿 吃了后会恶心 呕吐肚子痛 这种也会增加这方面 腸胃道不湿的风险 福亦宣乳花鸡事件 引发大众对食品添加物的关注 可别以为政府允许添加 就代表对身体没有危害 只要过量 各种风险一样紧接而来 记者如意红 王一仲 台北报道 蔡政府 关中天 言论自由已死 新闻自由已死 请立刻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 追人扵 中天电视 平台色 朝铃铛 эк是 4 年轻还是 煙 遠在 到 来了